同样也是医护的纠纷 但是下面看到的是医院暴力 台北市有一个男的喝醉了 昨天清晨受伤被送到容总急诊室 结果呢 他竟然在女护士包扎伤口的时候 攻击女护士还打了保全 医院保全出动三个人 才把他给成功压制 交给了辖区警方 但是被打的护士跟保全呢 会提出伤害告诉 因为他们强调绝对不姑息暴力 穿着黑衣的男子喝醉酒 在急诊室大闹 保全来制止 就对男子不分青红皂白 一拳挥过去 保全被打的往后跌了好几步 被攻击的护士吓得躲在旁边 高声呼救 我们护士要帮忙安护病人 卧床的时候 因为他一直要起来 那他就绳子比较混乱的时候 去掐住护士的脖子 护士的脖子出现 一道红红的掐痕 被打的保全更惨 眼角破了一个大洞 缝了好几针 因为罗西男子喝醉酒跌倒 被救护士送到医院 没让护士帮他处理伤口时 罗西男子因为痛 就对护士动手 他把护士逼到墙角 挥拳打护士的脖子 接着还恰恰说 医生没什么了不起 全部一起散把 罗西男子把他掉点滴抱走 三个保全一起扑上来 才把男子制住 不过身上都被打 全部挂柴 针对这些酒醉的 那么酒测值过高 行为精神异常的 或者有暴力欧斗 而受伤送到我们 农总来的就医的时候 这些行为有异常的 我们会列为高风险群 会特别安排在隔离区 佩达的护士请假回老家 这次的医疗暴力 让他心灰一忍 打算辞职 而闯下大伙的罗西男子 事发后仍旧不见中意 现在被打的护扇保全 提出伤害告诉 要替自己讨回公道 记者吴嘉雯 高雅下一森小组 台北报道